在C6.2.20实例中,我们学习了从NPU6050读取原始的加速度与陀螺仪的数值。 接下来将展示如何把这些原始的数值转换成Cliber C6的扶扬角度与摇晃角度。 程序一开始,除了声明使用Wire.h库文件启用iPhoneC总线和液晶屏库文件外, 还声明了Calman.h库文件用于把NPU6050的原始数据转换成扶扬角和摇晃角。 该库文件在Cliber C6电子资源中有提供, 可以把Calman Filter Master这个文件夹复制到Arduino的Libraries文件夹中。 两个Calman实例,Calman Pitch和Calman Row新建。 两个浮点变量,Input Pitch和Input Row一会将分别保存扶扬角和摇晃角。 在SETA函数中,初始化NPU6050的方法与前面的实例相同。 之后,启动液晶屏显示Pitch Angle和Roll Angle字样。 在Loop函数中,首先调用GetGyroValues函数。 该函数与前面实例相同, 把NPU6050实测的加速度陀螺移数值分别保存在七个变量中。 接着,调用GetAngles函数, 把原始数据转换成扶扬角和摇晃角, 最后分别保存在Input Pitch和Input Row中。 这个GetAngles函数可以作为一个模块, 在今后需要获得扶扬角和摇晃角的程序中调用。 最后,把Input Pitch和Input Row进行格式转换后, 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我们看到在液晶屏上这两个角度实时更新, 单位是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倍, 说明NPU6050具有很高的测量精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